我這個人就是這樣 我沒有演奏 我沒有顏值 所以我受到那種 至少說他沒有演奏 現場沒辦法說 不會啦 你唱演奏 我講啦 我不會講啦 不是啦 我想說到我演奏 我是不是錄下面那一場 我是事實上錯了 我只有愣了兩秒 但我有接 我有說不會啦 我不是一個 你很有特色 說明星點 真的不會 我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這個人 我看久演奏啦 你真是演奏啦 欸 那個琴瑪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肯定演奏 演奏演奏 我相信要看久 不過現在的人都沒耐性 都看不懂 有一次我會記得 你當中我不會說 我都沒秀可以做 結果有一個人就通知說 有一個中手的 你 自豪你去主旗 我夠歡喜的 你口才那麼好 主旗喔 你在怎麼小咖你訪問別人 其實會有一種成就感 沒錯沒錯 好 來得比你大牌的 都要說主持人好這樣子 這樣 哇 那一天我好努力 我用盡了我的生命 你做那場晚會 是 做完之後就來這樣 可以領錢了 結束 結束的時候 馬上對 對 欸 奇怪 他怎麼 本錢給他 本錢給他 我們都沒要給我 欸 怎麼這樣 我就 我就 沒事了 我要回基隆了 他說 欸 對 好 很棒喔 不錯 不錯 我等一下需要錢要加油 今天有酬勞嗎 我還沒有錢加油 錢不夠 他說 蛤 你沒有錢 你出門不帶錢喔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我有錢我也會帶啊 我就是沒有錢啊 對啊 我不敢講 他說 為什麼 我當場像被雷打到 天啊 你給我一千塊都好 是 對 就是差不多這個雷 還有小雷 小雷 欸 我以前 剛出道去唱了一場 也是在體育館那種唱完 然後 欸 你們拿到錢 我媽媽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唱完要走了 不曉得酬勞跟誰領 然後那個人就看著我媽說 我會跟他經紀人算 哦 然後我們就 好吧 鼻子摸摸就走了 隔一天我們就接到經紀人電話 被罵死了 經紀人又罵你 他說你現在是怎樣 人給你機會耶 你還去跟他討人家 蛤 蛤 所以 其實你剛出道 他們會認為他給你機會 嗯 他並不 他並不 他覺得 我有錢 我可以請比你更好的 我為什麼要花錢請你 所以 沒有 其實我跟可莉姐的狀況是一樣 但是我們只差在一個什麼 你事先講嘛 對 如果說只是講好了 你事先說 OK 今天這場沒錢的 但是他很重要 對 要不要你決定 可能下面很多長官我也看到 對 那你來好好的把握 你不要計較這個沒錢 如果你事先講 對 已經窮途末路了 一千塊可以做好多事 我還曾經有一次是 講好多少錢沒錯 對 那出發了就很開心 他已經殺價了嘛 對 我們說 那少賺也是賺錢 就看看 快到囉 離會場大概一公里哦 然後電話打來說 啊 預算不夠 你可不可以再減一萬 請問你這時候 要不要再往前走 你如果沒有走 不要也會得罪他 是 對啊 對 所以沒幹嘛 就是很沒有信用 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有 經紀人可以幫我們 但是我其實比較好 我有比哥哥跟姐姐好一點點 我是有拿到費用 但是我被凹到 就是一整場 一整個晚上 就 都是 大家一起唱歌 因為我們那個是私人聚會 當時都還沒有什麼名 人家說 啊來啊那個 妹妹你 來幫我們 一起吃飯啊 唱個三四首 你就可以回去了 結果 我就跟我媽媽兩個 就 會場就坐下來吃飯 然後開始就說 來開始 你去開場 我就想說 那我可能先唱完 我等一下就可以離開 對 結果不是耶 唱完三四首 開場完了以後 她說 來 繼續做 繼續做 先不要走 大家都還在高興哦 大家都在 吃飯又很開心 你繼續唱 沒有人要唱我 你又讓你唱 然後我就一直唱 一直唱 我想不對耶 一直唱 就唱到八九點已經 別啦 唱到大家都吃飽了 個人演唱會啊 對 就是大家都吃飽 因為你就要一直 讓所有的 現場的嘉賓都很開心 啊 有的人就說 喝了一點小酒 欸 不然你剛才會唱 男人情女人心啊 然後等一下下一個就 就 雙郎盡頭啦 對 我又點一個歌 很重要啊 你會好唱嗎 哦 喂 就是 從頭到尾 就配配配 那隨意呢 還有嗎 那時候是剛發專輯 就要去上電視台宣傳嘛 對 那個節目可以講嗎 講啊 你如果不怕你就說 也是 也是我們神力很紅 到現在都很紅的節目 主持人也在場 主持人也在場耶 你們兩個是中一個 你覺得我敢有在的嗎 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 可莉 笑你不敢講 你為什麼要笑他 不會被人氣 他就要逼我告訴你 那時候可莉姐還沒有在那裡 還沒加入 那時候大家搶幾波頭 要去那裡旋轉 因為很紅啊 那時候開始做得很紅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是參唐力合唱一首歌 還要去選團 會播到兩點 我印象非常 到現在我都會記 從那天寒流來 溫度差不多八度了 又露露露幾天 都在兩點去彩排 通常都這樣啦 兩點 兩點彩排嘛 然後兩點去 開始等一等一等 就很冷 冷 比不舒服 到五點就彩排 彩排好 這個都還好 我都彩排 他就開始 然後他就 但是要唱台 但是要唱台 結果 彩排 彩排 差不多一點二十點彩 以前差不多都很晚 以前都錄到一年多了 對 錄到點彩排 要唱台就說 等一下陳水義 等一下要上台了 準備一下 彩排時我們是 對一片彩排的戲 傳要唱台就點彩排 他說 那個因為時間關係 你待會兒唱 由父哥開始唱就好 由父哥開始唱就好 我跟你們兩個人 由父哥開始唱 前面三十秒 二人 彩排兩點去 排到前面 前面要十二點彩排 去台上選擇 後面跟他們說 你剛才說 現在出新歌嗎 你叫什麼名字 來來來 多來新歌 唱半八嘛 唱三十秒 唱台歌就要沒有五文獎 是喔 但這是我要幫超夜說一下啦 因為彩排本來就要很早彩 所以我們超級夜總會錄影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輕鬆 就早上都要彩排 踩到晚上才開始錄影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時間 我們也很難按審 可能也延遲 那延遲真的到一點多 有時候恰注的說 差不多了 不可以這麼晚 因為趕快來開場 所以請十遍 你要正向思考 什麼正向 我教你 他教你唱副歌就好 對不對 你看 他如果不跟你講 讓你唱一整遍 回去剪掉 一樣 你還假唱 所以我應該要唱我意思 是啊 感謝我們 你超級一整遍 是不是 你就不要 你沒有多唱 他直接告訴你 唱三十秒就好了 不要假唱 好像也是喔 你在等 然後讓你休息 主持人 反正站整晚 要看死 你還在後面可以 等我 對 這樣可以嗎 這樣你們舒服一點 如果教練人說真的有 好啦 哈哈哈哈 你 說得六點四人 哈哈哈哈 不要啦 大家的過程嘛 對 過程啦 對啦 好 對 對